防弹少年团的Suga目前正在服役中 不料日前突然传出他因为酒驾遭到警方调查的消息 楼树公司随后发出声明 透露Suga在6日晚间喝酒后 带着安全帽骑成电动滑板车回家 行驶了500公尺后 在停车时摔倒 警察对他进行了酒精检测 发现协议酒精浓度超过法定限度 因此被处以罚款和吊销执照的处分 对此Suga也透过Viverse发出道歉文 凯言自己在聚餐中喝酒后 骑着电动滑板车回家 因为距离很近 加上没有意识到酒后不能使用电动滑板车 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 在家门前停放电动滑板车时 自己不小心摔倒了 经过酒策后被吊销执照和罚款 虽然过程中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或设施损坏 但这是自己无法辩解的责任 向所有人致以诚挚的劝意 世上南韩道路交通法 在2020年6月修法 将电动滑板车归类在个人型移动装置 驾驶者必须年满16岁 以及持有机车驾照 而且必须戴上安全帽 酒后驾驶电动滑板车 将会与普通车辆的酒后驾驶一样 受到法律处罚